哈囉 新希望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遊戲狂人 狂人今天教大家玩這個小丑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怎麼加點啦 雖然官方有推薦 但是狂人呢還是一律推薦大家 你練全部自力的 不要點別的啦 為什麼要這麼做 稍後再跟大家解釋吧 好 首先呢 要點自力的原因 當然是因為小手是吃魔攻的 在以前的希望也就是這樣子了 那為什麼先不要點體力 因為在現在這個基礎的等級 我覺得我們的血量是足夠的 如果你要應付一些副本 比較重要的其實是隊友的一個關鍵 你一個人強是沒有用的 你還是打不贏最難的那個關卡 好 那小丑要怎麼玩呢 每個角色要怎麼玩呢 首先你當然是要去鑑定這個屬性 在前期這個資源比較缺乏的話 狂人建議大家 你這個分數差不多就好了 不要去洗那個完美屬性啦 因為你換裝備之後還要重洗 所以呢 我大概都是把這個評分 洗到100分左右 我們以這個紫色跟金色的裝備來講 好 差不多就好了 那個屬性是什麼 其實也不是這麼重要了 因為在這個時期 都還是一個過渡期 好 我們看到這邊 還是有一個妖精翅膀 還沒有洗 我也洗到98 好 搞定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大家要特別注意 就是你要強化哪幾個裝備 是最優先的 我們以小手來說 在以前的希望 最重要的 肯定是你的武器 武器之外 還有包括拳套 還有項鍊 還有戒指 還有翅膀 還有尾巴 早期這個著火的尾巴 也是一個很好用的一個道具 那這款希望 我相信也不會差太多 所以你們要把這個攻擊先點上去 點上去之後呢 就能夠發揮很好的一個威力 稍後有狂人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小丑要怎麼發技能會比較厲害 好 我們先把這個等級再做個提升 通常你在加12到加15就比較難了 包括有在花錢的玩家也是一樣 你在加12到加15運氣不好 非常難提升 這個到30幾%的機率就很難了 好 這裡有一個妖精的翅膀 我們繼續提升 到加8 攻擊等下到加9 攻擊先起來 這幾個攻擊力 這個魔法力的一定要起來 好 這邊還有一個火尾 好 我們再提升一下 好 搞定 接下來教大家 你要用什麼技能可以出招比較快呢 我們到這個訓練裡面 選這個困難關卡 來打一下怪物 因為昨天剛好有這個觀眾問狂人 所以我想說還是跟大家講解一下 小丑這邊有幾個技能 在前期的時候 這個ASDR有時候你可以嚇阻對方的攻擊 同時他可以一瞬間就造成很高額的傷害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這個 毒匕首有沒有 我框起來的這個 你要給他長按 這個打的是最快的了 每一下的攻擊這個算是秒傷的 所以這個技能非常的好用 無論你在打王還是PK 你只要用這個技能打單體 保證這個傷害是最高最快的 好 這一場狂人其實也沒有打很好 沒有打到這個SS級 那這一個部分有一個點券的 我就不建議購買啦 因為你打不贏 你就下次再打就好囉 這個100攻擊力雖然加的也不少 可是沒什麼意義 我們要把這個點券給存起來 那有時候沒血的時候 再運用右上角的這個靈魂 我們把靈魂開起來做一個交替 交叉的使用 好 這個解決之後 我們馬上到這個昨天晚上 有一個PK的活動 由於這個是直播的畫面 還請大家多包含 在左上角 因為狂人昨天開四個遊戲直播 同時間播 好 你看我們打這個對手 我們直接就用這個毒匕手 就是剛剛圓圈框起來的這個技能 你看這個攻擊的速度 其實很快 這個對手放棄了 我們繼續打 記得你們要把這個武器項鍊尾巴翅膀 都點起來 保證你攻擊不會太弱 也不要再點什麼敏捷體力 敏捷體力你可以靠這個 裝備的鑑定做一點提升 除非你今天是練功 發現血量不足了 還是有什麼大問題了 才需要洗屬性 那洗屬性45級以後 也只要100的點券 也不會太貴 好 我們繼續打 通常我們這樣打 再切換這個變身 對手招架不住 除非你被圍毆 被圍毆恐怕你再怎麼強 還是有一點處於很尷尬的一個情況 好我們沒有血了 馬上做一個迴避 好差不多我們就來逛逛 哇真的沒有血了 好我們再來打 這個血就剩一點點啦 所以狂人還是用一個ASD 然後跑遠有沒有 他往前戳一下大力的 欸這一下大力的戳完之後 我直接給他用一個普攻了 因為毒匕手你要長按 長按他的話時間有時候來不及 好當然只能逃難啦 我們馬上帶入下一個畫面 這邊有一個也在跟我打 我們這個小丑的職業還是特別多的 好解決了 我們再往上走 上面還有一隻 這個怎麼沒有動 好我們打 我們兩個打 你看那個血條的扣的速度 基本上就是狂人比手的速度了 好沒有幾下就打完了 你看看 扣很快啊 所以啊你要把這個智力提升上來 你才會有明顯的感覺 你把它分擔到這個 不管是力量還是體潔跟敏捷啊 我覺得是多餘的啊 敏捷除非是你一隻miss 你才要點敏捷對不對 啊體力是血太少嘛 所以啊這個不管你要暴擊 就要去點幸運啦 這個屬性呢 我還是推薦大家 練全制的小丑 本支影片也告一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